嗯 果然有一名女匪 谁是女匪啊 你叫杜晓月对不对 对啊 那就不会说了 今天清晨得到密报 有人情活了一瓶女匪 名字就叫杜晓月 现在有官府发路 第一位 给我施压回去 哎 你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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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不是什么女匪 我是清晨大人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是清晨大人 我岂不成了玉皇大帝了 飞龙 带女匪杜晓月 走 你敢推我 快 走 快 我为什么要跪 大胆女匪 到了公堂之上 你为何不跪 我问你们 谁是女匪 你搞清楚没有啊 放肆 本官还没有发问 你交问题来了 先跪些再说话 我偏不跪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放了太后旨意的 钦差大人 连皇儿见了我 都要跟我称兄道妹的 你们算哪头大辈算呢 人活了本姑娘 要你们一个一个好看 哎 这个女人脑子好像有毛病啊 怎么满口呼咽乱语的 大人 您多问得几句 作业女子 你说奉了太后的遗旨 可有证据呀 我奉的是太后的口语 季晓岚和和珊 可以给我作证啊 哦 我看这个女人有点来头 要扑她怎么知道和珊和大人呢 嗯 有理 杜晓岳 你认识和珊大人吗 你应该去问她 认不认识我 好 本官在仔细地调查 先把她押下去 明天再审 退堂 退堂 下官叩见中堂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见过纪大学士 下官叩见纪大人 好 起来吧 谢大人 康志福有何要事禀报 有 有要事 的确有要事禀报 说 启禀二位大人 今天早上巡抚衙门 集货密报 说抓获了一名女匪 他自称是钦差大人 说受太后的遗旨 从何大人继大人 到林青州查案 晓岳 对对对 孙女就叫杜晓岳呀 这汉队是人吃的吗 喂狗狗都不吃 不要让了 告诉你 你饭吃就不错了 本姑娘就是不吃 你别叫了 本姑娘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这些无聊为道 真是无法无天了 住口 该忘了对你不客气 你干得病啊 快把门打开 放小爷公子出来 小爷姑娘 你可以走了 说关就关 说放就放了 你们还要没有忘法了 你说我是女匪 我告诉你 我还有两名共犯呢 就在你的身后 看见没有 就是他们俩 小姐 请怪下官 有眼无珠 我是有眼不识心相语 我是给小姐赔礼了 赔礼了 本姑娘还决定不出去了 这儿待着挺舒服的 这得问问季先生了 我 何大人 一般女人生气的时候 我都不说话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幸亏是遇上了方知府了 你说要是遇上一个 比方知府更糊涂的知府 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是一通毒打 然后是驱打成招 再判个斩礼绝 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啊 我得替小月姑娘 谢谢方知府 不敢不敢不敢 季先生言之有理 看来方知府糊涂有功喽 我得重重赏你喽 二位大人饶命 二位大人饶命 就是下官糊涂 二位大人饶命 二位大人饶命 二位大人 小月姑娘 我是个糊涂蛋 全员我 我求你了 我这给您赔礼了 都怪下官一只糊涂 都怪下官一只糊涂